《一話一世界》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嚴 美國內政部 司法部 商務部 以及聯邦調查局 舉行聯合記者會 司法部宣佈對華為技術公司 其子公司以及副董事長孟晚舟 發起欺詐等多項刑事訴訟 並且將從加拿大引渡孟晚舟 在紐約起訴的23項訴訟當中 包括銀行欺詐 同謀電信欺詐 違反《美國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利用香港空殼公司 向伊朗出售設備 違反美國的制裁 另外 在華盛頓起訴華為 盜竊美國T-Mobile公司的商業秘密 針對美國政府指控華為 和孟晚舟的行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要求美國立即撤銷逮捕令 並且重申了中國的立場 他說 打壓中國企業的做法 既不公正 也不道德 各國應該警惕 並且抵制這種無理做法和霸凌行為 同時敦促美國政府停止 對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的 無理打壓 加拿大因美國的要求 去年底扣押華為創辦人的女兒 孟晚舟 她是華為副董事長和首席財務官 有分顯是認為 美國正在施壓多國聯合圍堵 壓制中國的5G發展 英國國會下議院當地時間星期二 也就是香港時間周三的 凌晨就首相特雷沙梅 提出的脫歐替代方案進行表決 梅宜希望方案能夠得到 足夠議員的支持 在爭取歐盟在二藍邊界問題上的讓步 折騰了兩年半 脫還是不脫 到底脫歐值不值得呢 也許問這些問題都已經太晚了 路是自己選的 也只能走下去 英國脫歐之後貿易規則 有哪些改變 怎麼做生意呢 舉一個例子 脫歐之後一盒巧克力的命運將改變 比如說加拿大原本對歐洲巧克力 免關稅 當然包括英國生產的巧克力 脫歐之後就不一樣了 再舉個例子 奶酪 法國和英國都有上好的品牌 經常互通有無 因為免關稅嘛 脫歐之後 法國的奶酪進入英國 就得交關稅 反過來也一樣 有人說 脫歐是一場分手大戲 別以為你我只是等著看戲的吃瓜群眾 在貿易全球化的今天 脫歐不單單是英國和歐盟的事 以上是今天今天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 小伙道